这是全世界最赚钱的职业 也是最危险的职业 他们就是阿拉斯加布县人 每逢出海币会随身携带大AKA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需要朝海下疯狂开枪 让汹涌的海面火花带闪电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下面就跟随齐哥一探究竟 这里是位于荷兰港以北400多英里的海域 海西号正在顶着汹涌的风浪捕捞帝王线 此时驾驶室里的史考特船长正在口吐芬芳 原来他看好的这片海域 闯入了一位不速之客 竟是他的竞争对手 玫瑰号的尼茨船长 俩人此前立下了1000美元的赌约 看看谁能够捕捉到更多的帝王线 史考特船长抠破脑壳也没想到 对方居然这么不讲武德 玫瑰号的浮飘就投放在离他不远的位置 这显然是要和他共享同一片区域的收获 船员们对此也很不理解 要知道 在白令海峡上补蟹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每个蟹船选择各自的海域来进行补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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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